Odia Jungle 准盟友的土耳其 关键时刻还是回归了北约立场 不但公开表态支持北约的军事打击行动 同时还允许北约向其境内分派战斗机备战 另外 土耳其还明确表示 不会把阿福林和阿勒坡北部的控制区交给旭军 军事专家称 在大马士革周边的东谷塔 东卡拉蒙和霍姆斯北部的背地口袋逐个被击破后 旭军的军事意图很可能会转向北部最大的非政府军控制区伊德利布省 在东谷塔战役开始前 旭军的老虎师和第四师等主力 曾在靠近伊德利布的阿勒坡南部和哈马北实施了一次大战役 并收复了杜虎尔机场以东的大偏地区 之后旭军常规部队和亲政府民兵力量 一直在固守和维持面向伊德利布的攻击线 众所周知 伊德利布是当前俄续一三国谈判成立的最大的冲突将级区 东谷塔 东卡拉蒙等非地投降的各派武装都被递介到这里 变相加强了该地区恐怕武装的实力 黎媒的报道称 伊德利布的HTS和JTS联盟武装 主要是FSA都或明或暗接受土耳其支持 但是这两派武装几个月来一直在伊德利布火拼抢地盘 他们之间的自我消耗 对续军来说是件好事 不过这两天 他们好像寻死明白了 最新的消息称 HTS和JTS已经达成共识 实现全境停火 包括南部的德拉省 目标一致共同应对即将到来的政府军 只是他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招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驻军 俄罗斯驻叙利亚赫梅米姆空军基地代表 25日表示 24日入夜之时 俄罗斯赫梅米姆空军基地空域监控设备 在远离基地的地方 发现了所属不明的小型空中目标 基地配备的防空火力摧毁了全部空中目标 据信袭击该基地的手段与之前两次相同 从套进拉塔基亚省的伊德利部西南部土友军控制驱起飞的建议无人机的 准备对赫梅米姆空军基地投掷小型改装炸弹实施空袭 俄罗斯盟友一周前遭到北约三国的公然打击 而且关键时刻土耳其的表现有着实令俄罗斯不满 说句不好听的 俄罗斯正一肚子或没出发呢 只怪土耳其的友军兄弟惹或不挑日子 在上述袭击发生后 俄罗斯空军并未提前通知土军观察点 而是直接向伊德利部西南部的武装分子基地发动了毁灭性空袭打击 让这帮惹护孩子明白什么是要命的空袭 每一个粗活动都知道 向伊德利 cha Try to poll sing